大家好,今天市场暴跌,是不是所有人都慌了,有人说是因为美国什么IC,美国证监会发布的消息说什么比特币ETF推迟了,有的说是因为什么美股出现回调了, 还有人说是因为马斯克发推,停止了比特币支付特斯拉,引起的暴跌,可能吧,都会有一些影响,那关键是就是在这种暴跌的情况下,就是考验你对自己手中筹码的信心了, 反正我自己蛮收拾比特币,我没有什么可慌的,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就是全球最顶尖的资产,完全没有任何问题, 就是你拿着这个资产,你就要想两个问题,第一个就是你的对手盘是谁,还有就是你的风险回报是什么, 你想比特币的对手盘是谁,就是以美元为体系的,现在的这种传统的经济体系,那风险回报是什么呢, 那回报是巨大的,而风险在拉长时间来看,几乎就是确定性的,没有什么,没有什么风险,在长期来看, 如果非要谈狗狗币的话,就是如果说让我二选一,选比特币还是狗狗币,那我肯定选比特币, 因为逻辑是,我们通过区块链拿到了自己,掌握自己财富的权利,是吧, 本来就是用来处置的,它的模型就应该适用于一种通缩的模型, 而比特币是一种通缩模型,而狗狗币并不是,你不能把你所有的财富都处置到一个通胀的模型里, 然后不断的这样去稀释吗,这样是不符合逻辑的,好吧, 还有就是,不要一暴跌,然后又慌,慌什么慌, 你像这次的暴跌,有312跌的多吗,有2017年的94跌的多吗, 没有,只是很小的调整而已,而且在每一轮牛市中, 暴跌并没有延长了牛市的周期,而是加速了牛市的进程而已, 你看到,你看,2017年94的时候, 暴跌完之后,从10月份开始,10月份到12月份, 两个月完成了70%多的涨幅, 为什么,因为每一次暴跌都加速了比特币在市场上的流通性, 你看那个,主要看coin market,主要看coin base市场交易所长的余值, 不要看别的,因为在国外,因为机构团货主要在coin base上团货, 你看coin base,它的余额是一直在下降的, 所以说,它这个后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, 它吧,市场是检验,市场会让强者活下来, 把弱者淘汰掉,最终呢, 只有活下来的人才有,才能继续发生, 而活不下来的人都已经消失了, 好吧,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, 拜拜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